现在是三月初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商店里都会有各种各样夏天开的花 这种裸根卖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介绍了几种花 今天看到呢又忍不住要再说几句 因为看到我很喜欢的花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这种红花 它叫Croclusmia 这有它的名字 它的Cultivar就是它的杂教品种 或者它的单独的品种叫Lucifer 这个花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会吸引蜂鸟 现在卖的花呢 通常都是比较耐寒的 都是能够在多伦多过冬的花 这个Croclusmia呢 我还真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名字 它在开花之前呢 就是春天长叶子的时候 这个叶子也很漂亮 开花花期有一个月左右 你看它的仔细看它的花 是从它根部的这个花苞开始打开 一点一点一点开 开到它头部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在它开花完以后呢 它的叶子就会慢慢的倒幅 就不好看了 那到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吧 这个花呢 对土壤各方面要求并不是很高 还有阳光 有半天的阳光呢 就足够它生长 开很多的花了 如果能有全日照呢 那就更理想了 看着它就会叶子 有约的花儿 就会叶子 不是这个花儿 就会叶子 是因为艺术 也会有约的花儿 真正的花儿 就会叶子 就是这样的花儿 哇 你怎么会叶子 在那边 再看一下它旁边这个 它的名字叫Liatris 你看它有这么多80个球根 这个花呢比较算是便宜了 很便宜 但它生长呢需要很多的阳光 也最好能有比较好的肥 比较好的土壤 否则的话它开花只有一点点 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包装上这个花很多 很漂亮 但是它你要是种在家里头 条件稍微不太理想 它开花很少 而且并不好看 提醒一下大家 那么如果家里头阳光很充足的话 它需要很多阳光了 阳光很充足的话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它开完花以后 它的这些花的枝干枝条 会一直保留到冬天 也是冬天花园的一个欣赏点 这个Liotris呢是安省本地的植物 你可以在草坪啊 外头大草大草原上 可以看到这个植物 要参加新的日子 还可以看到这个某些 将冬天花园里面 你喜欢哪种花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